as far from 's хорош 很有磁性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老秦应该没问题 老秦你得说大一点 我感觉 多少 五十吧 五十还行我觉得 五十我熟啊 好 五十啊 你故意的 你说的 我没说 没事 五十我熟 好 那龙一熙是 一熙 你要几岁 哎呀 其实我本来也想 那个装装嫩的 你不用装 但是呢 我们我们队伍现在就送易俭了 对吧 那如果我为了赢的话 那我也就来一个 二十七 哈哈 我们都好精确 弟弟 你呢 我想成仙 一百 一百岁 哈哈 哈哈 好 救救我 我问了他题 他不回答 因为我已成仙 哈哈 一百岁 懒得理你 好 我们首先听听看秦潇贤的题目 秦潇贤的题目 你和朋友在森林里迷了路 朋友很担心 你会说 而 送你一个指南针 免得你被我关得住 我的看 ай 叫 双十三 还没有特别岁数 霸道总裁 欢迎 老秦这个声音就是他早期短视频的 拍摄的那些 朋友们有空可以考古一下老秦的 救救我 别连轰 好 老秦经过一番努力 相差17岁 17岁还可以 真的 还可以 我觉得罗云熙很难输 后边还有个选100的呢 那得也是 好 太美了 来 下面到罗云熙挑战27岁 我们不许可再讲 直接走 他也不是 我让他去 十四岁 种莓智 到 把尽力花 都怪我 没有 因为 中游戏 她的 这种感觉 三十五 那已经三十五了吗 我感觉就是二十四 这句话比心理起来 对啊 一十七号下 哎 我就是 好准确啊 三十五 差八岁 目前是遥遥领先 压力给到小丁 一百岁怎么演绎啊 我来啊 好 来请听丁承信的题目是 朋友问 你怎么那么喜欢吃巧克力 你会说 你知道 你知道巧克力 有什么品种吗 有肥肖 肥肖 还有遇见你 遇见我真强 你这个一百岁打不住 爷爷 是你吗 爷爷 爷爷 是你在说话吗 爷爷 爷爷 那是妖精 哦 七十 如果不说那么老的话 其实成天还可以 高龄娃娃音 哇 还是厉害的 没想到我们老秦居安得到了第二名 真的 五十岁得到了第二名 那么第一名可以减八岁的是罗云熙 来 挑选视频 想哪个 说 好 这个谁来 这个不行 那给我 要不然你们就还是那个葫芦娃那个兄弟吧 这两个 这是葫芦娃的哪个你告诉我 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老秦能保持得住 可以 又有兄弟来了 我终于要找到我所有孩子了 我开花了 好了 我们葫芦娃都凑齐了 爷爷 邀请帮了我爷爷 你们得有职能 妖怪 咱俩怎么玩 真的 真的刚好七个葫芦娃 六娃隐身了 刚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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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地组合出道 太合适了 现在有些小朋友已经减零了 有的还在自己原来的那个岁数上面继续停留